今日杨幂的招牌站姿占据了热搜第一名的位置 细心的网友发现杨幂从小到大都习惯着同一款站姿 比如照片中小时候的杨幂扶着柱子可爱的对着镜头微笑 她将右脚拐到左脚前 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可以说是非常可爱了 无独有再看看杨幂的父亲小林哥是不是一模一样 杨幂的这个站姿不是偶然委屈 无论是出席活动拍摄大片还是生活日常 她都习惯用这个姿势站着 其实杨幂站绝对是拍照时弦腿长的一大力气 学习女明星的招牌姿势人人都能做大长腿 一交叉双腿站 超模合遂弯起右腿放在左腿前面 会给人腿太长了只能弯着放的感觉 唐烟的这张交叉腿没有将两条腿交叠 但是长腿效果还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交叉腿就是像刘诗诗和宋健这样 将腿伸直双脚一前以后稍微交叉 如果你是个豪放的妹子 就可以将两脚的交叉角度变大一点 左右站绝对是众多你明星最喜欢的站字之一 显得随性自然 且能让双腿显得更细 大表姐刘文就是左右站的典型爱好者 正面面对相机的时候 你不仅仅要伸出你的一条腿 还要微微地挺一下胯 这样会使腰部形成S型的曲线 同样是超模的西梦瑶也热衷于这个站姿 这样会拉长腿部而且更加优雅 左右站的另一种风格则是弯曲 或者抬起一条腿 3.前后错腿站 而前后站无论从正面还是背面 都能拉长伸出一条腿的效果 以镜头近大远小就会显得前面的一条腿很长 迪丽热巴也爱用前后腿的站姿 让她本来就很长的腿干上去更加细长 腿部线条也更好看了 无论是侧面还是正面对着镜头 前后站姿也可以将前面的腿弯曲 怎么样是不是盖着了文心站姿背后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